各位自由亞洲的聽眾、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林文濤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評論是 美中角力全面升溫中的特朗普連任之路 美中角力一不斷升溫中 除了互相關閉使館之外 制裁政府官員即是政治人物 以至美國針對華為及鬥 有沒有一連串禁令等等 台港問題的爭議和南海、東海軍事對抗 亦白熱化中 以此同時美國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 民主國共和兩黨先後舉辦全國代表大會 並分別正式提名拜登和特朗普競選下屆總統 共和黨在8月24日召集黨代表大會前夕提出具體政綱 有個部分特別針對中國 相當罕見 其中包括從中國帶回100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 搬回企業回到美國的話 可以享有減稅優惠 基礎產業例如醫療等等的產業 從中國搬回到美國的費用可以100%減稅 聯邦政府斷絕採購有份外判生產線到中國的美國公司 以上其實都已經是特朗普第一任的時候 跟中國經濟脫鉤的政策方向 在未來幾個月 特朗普唯一連任一定會採取更強硬的對中措施 繼日文調顯示 特朗普支持到逐漸逼近拜登 但是大家不可以確定 這是否和他對中國而來強硬的立場有關 不過我們可以想像 拜登和民主黨要面對中國的立場 也會被迫稍微強硬起來 事實上根據民主黨黨代表大會通過的 民主黨2020版的黨綱內容 相較於2016年涉及台灣的部分 刪除了原有首一宗政策的方式 但仍然保留成了台灣關係法 刪除一宗政策 被視為疏遠中共的一個策略性動作 至於拜登如何面對中國威脅 他和民主黨只是針對貿易關係 不知識產權被賭 他表示會就不公平的環境和貿易操作 是問中國問責 但不會以單邊關稅的手段處理 或者聚入新冷戰的陷阱 拜登雖然已經表明要跟其他民主國家合作 建立一個中國不可忽視的國際聯盟 但是大家對這個聯盟什麼都不清楚 其實拜登幾乎可能表面上強硬 但實際上延續奧巴馬的懷有政策 而不是要確立新冷戰 來對抗中國極權政府 民主黨是讓中共坐大的元兇 當年美國人民可能不太相信 他對中國貿易政策 會比特朗普政府更強硬 因為特朗普在國家政策委員會發言中 直接反駁拜登只有一張嘴巴說說 說去我們不知道拜登真的會做什麼 但我們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做什麼 龐佩奧在過去幾個月一直游說西方國家 當然是圍堵中國極權政府的行列 美國就不是要跟盟友討論如何面對中共 或者中國威脅 而是要領導大家一起去大幅削弱中共的力量 甚至要消滅它 目標是非常明確的 顯然民主黨仍然只是要去改變中共 而不是要消滅它 英國特朗普政府應該已經洞識到 自由民主國家跟中國這種極權國家對戰 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中共會各種經濟活動 掩飾它的滲透間諜行為 抖音也好華為也好 一切商業活動的背後都有政治目的 要搞壞搞亂這些民主國家 設定隱私不是偷竊這個刺激產權 相反同類型的美國和西方企業 都有研究內規 不會有非法採用的配合政府打壓人民 或者對外滲透 大家應該都會相信 即使用FBI早已有這些相關的停滅 但只有在特朗普政府創造反共的氛圍之下 才有今天封殺華為這些行動 然而這些行動會遇到阻力 除了受制裁的企業 好像抖音會對禁令採取發行動外 來自民間的反對都不容小虛 例如近日傳出不少美國的中國人 和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 反對禁用這個微信 原因是禁令 是對要跟中國境內家人聯繫的中國移民 和活動學生 以及相關的美國企業的經營 都很重大 WhatsApp、Telegram這些 其他軟體是被中國禁用的 極權政府落出很簡單 作為崇尚自由的國家 美國如何可以禁止 替北京效命的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你要容許你的人民用我的東西 但我是不會容許我的人民用你的東西 更方默的是 微信的政治審查居然可以擴展到海外 華盛信郵報曾經報導 微信對中國境內用戶審查毫不鬆懈 去年美籍中國人 因為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 而被關閉的帳號 美國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中國策略在各方面 各個重要領域製造紅二代 紅三代木柳操控的巨毛霸企業 好像騰訊、阿里巴巴、華為 這些大到不會軟的企業 是不斷擴大的次潛率 造成大家對它的依賴 從而難以切斷與它的聯繫 或者大幅削弱它的影響力 不過特朗普日前強調 和中國的經濟完全斷勾的可能 看來它甚至用必須盡可能擺脫中共的影響 而實際上 中國在美國上市公司 可能是因為制度改變而被迫 明年底前全度下市 至於貿易協議 特朗普已經凍結了 和中國雙道三個階段協議和站 檢討第一階段協議 直到選舉結束之後 如果特朗普連任之後 他會有更大的空間 作出更強的貿易立場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謝謝大家